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Widen的实验室 这只蜘蛛八角朝天,它在干嘛?是死了吗? 其实它是要准备褪皮了,你见过躺着褪皮的虫子吗? 捕鸟柱的褪皮比较有意思,它们会先在地上织一层网 仔细看蜘蛛的下面有一层白白的东西就是蜘蛛网 可能视频里看的不是很清楚 然后蜘蛛会躺下,八条腿朝天开始褪皮 接下来我们来欣赏欣赏这只蜘蛛褪皮的全过程 太慢了,我们加快速度 看到了吗?被甲处裂开了 然后蜘蛛不停地把旧皮往上推,把脚抽出 可能有人会好奇,盒子里不停移动的白色小点是什么东东 其实那是蜒虫,有机会的话可以把蜒虫放大了给大家看看 不知不觉又挖坑了 由于我养的蜘蛛比较多 每次喂完蜘蛛以后没有及时把吃剩下的残渣处理掉 再加上蜘蛛盒子里比较湿润,所以就自生了很多蜒虫 不过这种蜒虫是吃腐肉的 一般不会寄生到蜘蛛身上 对蜘蛛影响不大 如果发现满虫长到了蜘蛛身上 那就要注意了 仔细看蜘蛛的牙齿 刚推完皮的蜘蛛牙齿是白色的 还很软,现在它咬不了人 现在八条腿基本上都出来了 此时蜘蛛全身都是软的 并没有行动能力 也是最脆弱的时期 要是此时喂给它吃面包虫的话 肯定会被面包虫反吃了 接下来蜘蛛要做的事情是充分接触空气 让蜘蛛皮变硬 差不多一个小时过去了 退皮后的蜘蛛还躺在那里 我们手动把它翻过来看看 注意,大家如果也养蜘蛛 最好别这么做 可能会伤害到蜘蛛 退完皮的蜘蛛比之前大了整整一圈 节肢动物都是外骨骼结构 它们身体里没有骨架 而它们的皮就类似于我们的骨头 起到支撑身体的作用 而外层皮肤不会随着身体长大 也没有什么弹性 想要长大就必须要退皮 再来看看这张退下来的皮 上面有八个洞 蜘蛛的脚就是从这些洞里抽出来的 现在我们把皮放回去 因为蜘蛛退皮以后湿水过多 而皮上正好有一些水分 等一下蜘蛛会去吸食皮上的水分 现在是离蜘蛛退完皮过去了三天 这只蜘蛛基本上已经完全恢复到了正常状态 可以开始了 来喂一只蟑螂 补充补充营养 看吃得很凶 有一点需要注意 由于这只蜘蛛还比较小 所以退完皮两三天就可以喂食 如果蜘蛛体型比较大的话 要等一个星期以上 皮才能完全硬化 才可以开始喂食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很下饭 那么给我点个赞 应该不过分吧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Widen的实验室 在之前的视频里 我介绍过我采集了几个蟑螂卵翘 其中有一个被寄生虫给寄生了 很担心其他几个也被寄生 今天我紧绷的心弦终于放松下来了 看小汤狼终于孵化了 太开心了 大家看这个卵翘 比较紧凑 颜色发暗的是中华辅塘的卵翘 中华辅塘的特点是身体比较短小 但比较粗壮 幼虫喜欢把屁股翘得老高 大钳子长得也比较粗壮 像一把斧头 而这几个是中华大刀糖的卵翘 比较蓬松 颜色比较浅 中华大刀糖的特点是体型比辅塘大很多 但比较细长 屁股是直的 大钳子长得也比较细长 更像一把大刀 小螳螂的孵化比较有意思 首先它们会从卵翘中钻出 此时它并没有脚 长得像一个蛹 两个小黑点是它的眼睛 尾巴上连着一根丝 倒挂在卵翘下方 接下来它开始退第一次皮 我们加快速度 仔细看它的退皮过程 可以看到 它会向自己体内充气 让自己的腹部盆大 然后外皮破裂 小螳螂从里面钻出 身体在不停扭动 腿都出来了 此时它的身体还是软的 需要接触空气 让外皮硬化了 才能有行动能力 看瓶子底下有好多螳螂已经死掉了 昆虫属于节制动物 长大必须要退好几次皮 每一次退皮就像是一次肚结 成功了就会变得更强大 失败了就会死掉 下面死掉的螳螂 很大一部分是肚结失败了 还有可能是螳螂属于食肉性昆虫 一出生就会出现自相残杀 吃同类的现象 所以赶紧让它们分开 才是最安全的 接下来 我会留大概十只左右的螳螂养着 拍摄一些精彩的螳螂捕猎视频 剩下的螳螂准备放生了 让这群小螳螂在大自然中 茁壮成长 吃更多的害虫 刚放生完中华辅塘 回到家中就看到中华大刀狼的卵也孵化了 比之前的更多 看样子不下两百只吧 看密密麻麻的多可爱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很下饭 那么给我点个赞 应该不过分吧